好,那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先来讲一下 跟视窗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还是会用到 因为程式里面的物件不是只有看得到的 在视窗才用得到 好,那就是上次我们有出了一个物件导向的作业 请各位包装出一个array 然后呢,还做了一个stack 然后还做了一个vector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常用的资料结构里面的东西 那其实这些在C sharp里面通通都不用写 原因是早就已经写好了 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已经写得很完整 然后非常,怎么讲 就是可用度非常高的一种物件存在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重写 我们只要会用就好了 OK,那当然除非你觉得它不符合你的需求 这时候你才需要重写 那大部分的情况我几乎还没有碰到微软 没有提供我需要的资料结构 除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是 Patricia Trey 这种我曾经用过非常特殊的资料结构 它确实没有提供 我只好自己写 那否则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从里面直接用就好 那这边是C sharp提供的资料结构的一个列表 那这种叫做一般形别 一般形别就是一般的物件 那这种叫范形形别 你看到它后面有加这种小于大于的 刮起来的这种东西叫范形 那这个主题我们还没介绍过 不过待会我们会看到 那你会用就好了 至于怎么设计你有兴趣再去看 那我们这门课呢 不是专门的物件导向课 所以物件导向不会讲到非常深 那在这里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 一般形别和范形形别里面 都有一个大致上的对应 那比如说arraylist在一般形别里面 范形形别是list 这种是串列 但是它是以正列实作的串列 就像我们上次的作业类似 那q这种是注列 注列各位在学资料结构的时候 一定会讲到它是一个先进先出的结构 也就是说它就像一个管子 我从前面放进去 但是我是从后面拿出来 这叫注列 所以你从前面放进去 那球如果从前面放进去的话 那后面拿出来 是先放进去的先拿出来 还是后放进去的先拿出来 举个例子好了 我先放1号球进去 再放2号球进去 再放3号球进去 现在我从后面拿出来的时候 会哪一号球先出来 对不对 1号球对不对 因为我是从后面嘛 那个球滚过去 它不会超越前面那个 OK 因为那个管子刚好跟球一样大 OK 这时候呢 球我放进去之后 它从后面拿出来的时候 它是排顺序的 所以1号球会先出来 那堆叠就不一样了 堆叠是一个只有单边有动的管子 OK 所以这时候呢 我如果放1号球进去 再放2号球进去 再放3号球进去 接下来呢 我从同一边拿出来的时候 是谁先出来 是3号球先出来 对不对 因为我最后放3号球进去 我最后拿也只能拿3号球出来 OK 那这是堆叠 那另外像 有一个很有用的结构 其实我觉得它比前面这些都更常用 这个叫hashtable 杂错表 那在范形形别里面 它叫dictionary 字典 那杂错表就是 你给它一个配对 这个配对呢 一个叫key 一个叫value OK 那我 我放进去 是一个key value的配对 我查的时候我就 给它key 它就帮我找出对应的value OK 那这种在 在 呃 真正的程式 这几遍 非常常用哦 几乎我 真正会去用到的几乎就只有 arraylist 和hashtable 这两个 是我最常用 其他的我几乎都可以不需要用到 OK 好 那除非很特别的情形哦 否则我 用这两个 几乎就够了 arraylist act和hashtable 当然偶尔我会用到stack这种东西 cute其实极为少用 呃 cute并不是很常见 stack也算蛮常用 啊 另外 sorted list 这是在你要排序的时候才会用到 呃 各位可能 在资料结构上面 你往往会一直去学像排序啊 搜寻啊 这种东西 但是真正到最后你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 排序并不好用 为什么 你每放一个新的东西就要重排一次 否则的话会找不到 那这样的结构其实是 是 不下 就因为在很多情况之下 你使用它会不恰当的 因为你放进去 又要重排一次 那得花 nlogn的时间 接下来你要搜寻 虽然你只能花logn的时间就可以找到 可是 每一次加进一个新的都得花nlogn的时间去排 这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的加入的情况不是一开始全部加好 而是 而是 就是你 你偶尔又会加入新的东西的话 那使用这种 已经排序好的阵列 其实是不恰当的 OK 那 Hashtable就很适合那种 就是我随时想加 加了一个 加了两个 我加了五个 然后我又查出来 查完之后我再加 加了又查 那这种就非常适合Hashtable或者是Dictionary的这种资料结构 OK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 那 这个是我 我可能今天比较会想 讲的是这两个 ArrayList和Hashtable 但是呢 我们顺便你看一下它的范形类别 List和Dictionary OK 好 那这边我就先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式 这个简单的程式其实真的太简单了 好 我现在呢 我在这边好了 我再多加几个 算了 不用加中断点 直接单独执行好了 好 我先停止侦措 我们这个程式 我用一个ArrayList 但是请注意哦 我前面的 的 引用的部分呢 我必须要使用 System.Collections 这是韩式库 我必须要使用System.Collections 那 这样子我才有办法 就是在宣告这个RrayList的时候 它会变色 会变成这种 这个是算什么 浅绿色 那 它就 就代表说 这个物件存在 这是Vidget Studio里面 它的一个视觉化提示 好 那这个物件存在 的话 我这样子宣告之后 它才 不会 不会产生 编译的错误 那 接下来我就 把这个 物叫这个A点 ADD ADD就是加入一个新的 那你可以注意到 我第一个 我加入的是一个 字串 第二个 我加入了一个整数 第三个 我加入了一个浮点数 那 最后呢 我把 Remove at 2 的意思说 我把 第二个拿掉 OK 第二个元素拿掉 那我们来 一步一步执行 看看它的结果 好 我按 逐步执行 这样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观察 那 这边有F10 是不进入 函式 OK 那 还有 就是 F11 是逐步执行 那 如果我想要进入 函式的话呢 我就用F11 我不想进入 函式 我就用F10 可以单步执行 那 因为在这里 我希望说 我要 按F11 逐步执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 我建了一个 新的 array list 这个A 你会看到 A的count 现在是0 里面呢 没有任何东西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再按F11 好 你会发现 当我addJump 之后呢 这个Count变1了 里面有一个Jump OK 这个看得到吗 会有点 上面一点 里面有一个Jump 我想这样好了 我把它缩小一点 好 这样会提上来一点 希望这样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好 里面有一个Jump 再按F11 你会看到 它Count变成2 里面有一个Jump 还有一个1 OK 再按F11 好 Count变成3 里面有Jump 1和3.1416 OK 接下来我remove at 2 好 那你会看到 它Count变成2了 为什么 因为它尾部的那个东西 被我拿走 它自动 知道说 OK 那我现在空间可以省一点 好 所以它收回变成 Count变成2 然后呢 OK 0和1有东西 其他没东西 好 OK 那这就是 一个很常用的阵列 很常用的阵列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看看那个 范形的这种东西 怎么用 范形 范形 为什么要有范形呢 这里我稍微举个例子 好 我们先用这个 同样的这一个物件 A 我取得它里面的东西 那你会发现 A可以 它里面有哪些函数呢 就是 ArrayList里面 它Add AddRange Range就是一次加一堆东西 BinarySearch就是进行二分搜寻 但是你必须要给它一个比较器 就是 我到底要用 什么样的方式开始找 那 Clear就是把整个阵列清除掉 Clone就是复制一个阵列 Clone其实 Clone这个字 在生物上面很常用 那各位可能比较少用到 它的意思是自体繁殖 那就好像是 那种单性生殖的那种生物 然后它一只可以变两只的那种 叫Clone 自体繁殖 好 Content 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包含某个物体 某个物件 Coppy2是把它复制一份 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 Content是指它目前有几个东西 Egor是比较 比较两个阵列是不是相等 那Gate Emulator 这是用来取得一些巡回器 当你要用ForEach的这个方式 去取用物体的时候 就必须要用Gate Emulator这种东西 好 那这后面我们 可以看一下 Index of就是 看看说某个 某个物件是不是在阵列里面 而且它是从Star Index开始找 那Insert是找一个 就是把一个物体加进去这个阵列 那而且它是加在某个锁影值上面 所以这个Insert最好不要常用 为什么因为它的速度会慢 晓得为什么它速度会慢吗 对因为它插在中间 那后面的人要往后推啊 所以它速度就会慢 所以你学习资料结构 其实往往现在各个是用C语言在写 那C语言现在是一个韩式库非常贫乏的语言 也就是说它的标准韩式库非常贫乏 那那你所有东西都得自己来写 所以你往往会觉得我学了资料结构之后 我就是要自己写那些 那些二分搜寻啊 然后杂错表啊那些东西的 那或二元数 但事实上呢 当你用这种高阶语言的时候 你会发现 所有东西都写好 你学资料结构的目的 是让你清楚的判别我要用哪一种 你知道它怎么做的 你知道哪一个比较快 你知道哪一个的特性是什么 这时候你可以清楚的判别 然后这样才能够提升你的程式效率 OK 好那insert range就是加一堆 那这边less的index of 就从后面开始找 remove就把某个东西移掉 你把某个物件直接再传进去 然后他会把那个东西直接移掉 那remove it就是把某个位置的物件移掉 remove range就是移除一堆东西 那reverse是把整个阵列反转 那set range就是复制 从这个复制一个部分的集合出来 short就是做排序 那这个也要给一个比较器 那thinkroot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各位应该还没修作业系统 如果你修到作业系统 你会发现说 现在的电脑因为它讲求速度的关系 所以它会有一个机制叫做多工 那你现在所用到的Windows这些东西 或者Linux这些东西都是有多工的作业系统 那什么东西是没有多工的作业系统呢 从前的DOS是没有多工的作业系统 它是单工作业系统 那在一个有多工作业系统的环境底下 很多城市的同时在跑 很多城市同时在跑 如果你今天是扮演作业系统的角色 或者是说你们这些很多个城市是thread thread是中文翻成台湾翻成执行序 那大陆翻成线程 那thread这种东西呢 它可以很多个thread共用一个物件 或者是一个资料结构 一个变数 这时候会产生冲突 两个城市同时去存取同一个东西的时候 会产生冲突 这时候必须要用signification 就是同步 OK 那这个 这个就是用同步用的一个属性 那另外有toarray toStream trim toSize 就把它呢 切掉变成 某个大小 好 那这些大部分我们其实都不太会用到 我们会用到的像 clean 这算常用 clone算常用 那接下来呢 就是add了 因为是阵列 所以就array list 所以会有add 然后呢 再就是remove remove 或remove it 这些 好 所以呢 OK 我们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如果想知道它里面有什么函数 你可以试着用这种方法去试试看 那这边有一个toarray toarray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转成array 转成阵列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我们这里三个形态不一样 我可以转成哪种阵列 我们这里的三个形态不太一样 我们这里的三个形态不太一样 对吧 我放进去一个字串 一个整数 一个误点数 我到底应该转成哪种阵列 这里就麻烦了 对吧 但是事实上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C-sharp里面 它所有的物件 所有的东西都是物件 所以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上乘元件 叫object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这样子转 让它转成一个真正的阵列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印出来 好 我们来试试看 那这时候就要停止真错了 我一样再重头执行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它剩两个 那我们印出来 好 这里印出来 发现 它只印出了 这是一个system.object 的阵列 但是呢 没有印出内容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印出内容的话 你必须要写个 函数去印出内容 应该也有一个办法 可以转直接印出内容 不过 我现在忘记了 那大致上 在视窗里面要印出的状况很少 因为 你 除非是要为了要观察 好 那 OK 所以这是阵列的用法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那种 就是这种 这种叫做 这种叫做什么 泛型 泛型的阵列用法 叫list 那这种 那这种 这种 所以就 这种 这种 我想做一个自串的串列 自串的list 那我就用l list等于new 这样我就会建立一个新的串列 那我一样list可以add 但是这里有一个注意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这边写string 所以我里面只能加自串 如果加别的东西的话 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我这边可以加像刚刚 这样加 John Mary George 这样加都应该没问题 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样子我其实看不太到 对 不过我们可以用征错来看 我们可以用这边来看list OK 这里 有John,Mary,George 但是如果我加个 加这个会怎么样 我们来试试看 你会发现他说最符合多载的方法 有一些无效的因素 也就是说参数形态不对 参数形态不对 为什么因为这里是浮点数而不是自串 那我如果真的要把这个东西加进去怎么办呢 各位觉得 一个办法是这样哦 那我就把它变成自串加进去 对不对 这是一个办法 不过哦 这样的办法不是很好 对不对 因为到时候你取出来他还是个自串 你得先把它转成浮点数你才可以用 OK 那这个办法行得通 但是不算太好 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加浮点数进去 那我应该取我会加的这些元素的共同上层元件 在物件导向的概念里面 它的共同上层元件 那这些 物件的共同上层元件是什么 object 所以我应该用object OK 如果我真的要加 同时加自串和浮点数的话 我这里应该用object 那但是当我用了object 它不就回到上面的这个 类似arraylist的这种状况 那我每次取出来都是取出object的 那它到底是浮点数还是什么 我还得再转一次 我才会清楚 那不过这样是可以的哦 这样行得通哦 所以我们再来执行一次看看 好 这样行得通OK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list里面有五个东西 一个是 John,Mary,George之后有 3.14159 然后呢 这个是自串的 这个是浮点数的 两个都可以放在里面 好 那这种是list 串列 好 那所以这里我们有看到有 arraylist和list 那请各位呢 先来试试看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一篇里面哦 这一边是在韩式固片的资料结构里面 那我这边 在尾端的地方 我加一个范例 好 我们加了一个范例哦 那所以各位如果 可以先去看一下 然后把它放到你的Visual Studio里面去执行看看 确定你了解 这种容器的物件 至少 针对arraylist和list是怎么用 那之后的程式呢 其实在视窗里面 比如说我们想写个字典 我要怎么做 其实现在的记忆体都非常大 我可以很容易的把整本 十万字甚至一百万字的字典 全部放到记忆体里面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用资料库 我只要储存一个文字档的字典 一开头我把它整个读进来 然后呢 你查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方便的很 那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在我们个人使用的程式上面 其实资料库 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但是对企业而言 资料库就很重要 OK 所以各位学资料库的时候 其实通常是 真正应用会在公司里面 那除非你的资料量 大于 大于几千万笔 否则的话 现在电脑的记忆体 都可以容纳得下 你所要放的东西 好 那各位请试试看 参考一下 这一个网页中的程式 Data Structure 在这里 韩式库篇的资料结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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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